國慶將至 香港的大街小巷悄然踢上中國後 五星紅旗和紫禁花旗交相輝映 歡樂祥和的節日氣氛盡在其中 在香港元朗的主要道路兩旁 迎風飄揚的一千六百面五星紅旗 經市民自發組織懸掛在沿街的燈柱之上 是想在中國香港這個地方 在國慶節裏面 能夠每條燈柱就好像隔岸深圳那邊 能夠在馬路上的電燈柱紅旗飄飄 這樣能夠做到這個動作 葉志勇自小在元朗長大 作為此次活動的牽頭者 他深知其中的不易 葉志勇介紹 這是元朗區首次成功向特區政府申請 合法在元朗六鄉及屯門區大量悬掛五星紅旗 索帶不合路政署的要求和規格 我們真是找工程師正宗真是想國內的廠商 訂製一些很合規格 和是很專業的一些國旗的馬 和國旗的旗桿 此前每逢國慶佳節 香港元朗居民會自發在各處升卦國旗 歡慶節日之餘也培養百姓的國民身份認同 但自2019年修例風波後 民眾懸掛的國旗總之被很快拆除 回憶起這些年為掛國旗付出的艱辛 葉志勇感慨頗深 掛上去 被人拆下來 我掛一枝 拆我們一枝 我們其實當時很灰心的 為什麼在中國的土地上 在香港我們掛一枝紅旗都這麼困難呢 但是我們一路這樣堅持努力 排除了我們的困難 我們初心不變 最終我們都今天可以走出第一步 正宗 合法 合情 合理地掛上紅旗了 在香港社會由亂向之的過程中 香港國旗及國歌條例被進一步完善 市民對國旗的使用規範更加熟人於心 這樣一來便輕鬆獲得了特區政府的批准 為避開車輛 不耽誤交通運行 掛國旗的工作只能在深夜展開 數十名來自各行各業的民間義工 自發組成志願團隊 從策劃採購到設計施工 每天下班後準時集合 從晚上作業到次日清晨 連續三個夜晚終於在遠朗的上空 飄起了上千面五星空旗 我們採用的都是民間義工 全部都是挨奸底下 出錢出力 出心出力 不收紛紋的 你有愛國的心就過來幫忙 還有我們用的義工本身都是做工程 做維修 地盤 或者各界的人士 他們本身都是很專業有維修的技能 其實我們都改良了三四次 由初頭掛上去發現 原來風吹有機會那個旗會翹旗桿 我們的設計師也是可以 將這個問題也改良了 我們採用人家掛上一些車 掛上一些繩那些旗可以有自轉的 不上旗桿的設計 所以我們要採用V形的風吹可以能夠 翹飄飄這種感覺 在義工馮子聰看來 在香港掛起五星紅旗 不僅對香港民眾有著重要的教育意義 更向內地同胞和海外人士 展示了香港市民對國家的尊重與熱愛 國慶或者過年這些節日 一定要可以掛到國旗 大家見到五星紅旗飄飄 因為香港是一個中國的窗口 也都向世界傳達一個信息 我們市民是非常之擁護國家的 旗桿矗立 紅旗飄揚 香港市民的眼中 這一幕是這個城市最美的樣子 因為今年算是第一屆來講 可以真真正正在香港 全個地方可以掛到全部我們中國的國旗 我們不可以 星期來的時候 就看周圍 一定要看著那個國旗 我們應該很尊重它 因為這個國旗是代表我們中國人的一個象徵 祖國強大 我們才可以很幸福地生活在這裡